画面上是基隆市中正国中民俗体育班成果发表会 在几十条跳绳的飞舞下 只见同学们穿梭其中 展现平日努力练习的成果 精彩表现市长也赞叹不已 非常感动也非常赞叹 这些孩子们真的好棒 然后不只是他们的才艺表演 是全国住民 事实上他们在学术的学习上 也都非常的优异 这个就是中正国中民俗才艺班 在全国在全台湾都非常有名的一个这样的原因 那我也跟这些孩子们说 平常辛苦了 如果累的话也要多休息 那这个总之他们真的很棒 我觉得以有这些孩子们为荣为傲 那也希望中正民俗才艺班 在江校长的领导之下 我们未来可以继续的发扬光大 在全国做到最好 那我想真的很感谢我们各位家长 那在过去对于我们体育班的一个支持 我想你们是我们体育班最重要的一个资源 那学校的资源有限 真的也是靠大家一路一路支持 堆叠上来 才有我们今天有同学这么多的一个成果 家长后援会的家长们非常辛苦 而且认真的付出 而且把中正民俗班的传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我们在这里是不是借由各位同学的掌声 来感谢我们的家长们 校长江中桥也特别感谢所有关心民俗体育班的师长 学长跟学生家长们 共同来关心孩子们的成长 尤其是家长会奉献心力 为孩子们的学习做好一切的辅助工作 让整个民俗班同学 呈现出来有纪律 活力与朝气 在人生的学习历程当中 留下精彩的回忆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